跟朋友談到性命34個字的時候 好像覺得怪怪的 好像自己會怎麼樣 關係很亂還是怎麼樣 就剛好看到一批快過期了 然後免費 然後我就去做了 還想便宜 對 我般所謂的Y世代 大概就是幾歲以上 30以上 差不多 我現在大概2928那邊 就是Y世代 OKOK 在那以下呢 我們就定為這個Z世代 那我跟曾副書長 我們應該應該是 我們應該也是Y世代的 應該是X世代的啦 來我們對談的 第一題 您是否可以接受在 雙方沒有感情的基礎之下 發生性關係 我們請兩位Z世代代表 來 圈插牌請舉牌 喔 全部都圈喔 都是可以發生性關係的 很驚訝嗎 因為我是不行 因為我沒有辦法 我就冰心欲結 所以是冲害戰士啦 對 因為冲害戰士 性害是可以分離的嗎 有些需求是需要被滿足 對 不一定會有那個 感情身份在 那亞肉你也怎麼覺得 你現在就是比較懂我 你一點死 其實我覺得 如果一定要有感情狀態 才有性行為 這好嚴格 如果我一直單身怎麼辦 對不對 那我比較好奇的是 那個小玉老師 果然年紀越大 膽子就越大 因為現在很崇尚姐弟戀嘛 就姐姐有了一定的財力 跟資歷之後 只要我們不要碰到已婚的 像玉琳哥這樣子的話 身體的愉悅 其實跟感情應該是可以暫時分離的 我們也可以尊重自己身體的可憐 這個俗稱 靈肉可以分離就對了 來 接下來下一題 如果排除計畫懷孕 就是說如果你要懷孕 當然這個就排除了嘛 那妻子主要就是說 您是否每次都有防護措施 就是每次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經濟行為的時候 都有防護措施 來 我們圈查牌 請舉牌 每次都有防護措施 喔 有 你 都沒有 你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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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都有 來 還是怕嘛 所以比較怕濕一點 年輕人這個數據也是有道理 現在這個資訊比較多 比較怕濕 所以都會有防護措施 都會有防護措施 我怕那個一不小心 我的高就可能 喔 比較麻煩一點 對 有時候不小心對不對 所以小玉老師你也是屬於有的 一定要啊 我不懂為什麼會舉X 對 難問他 因為這個 這個不正常 前提還是會跟 固定單一性伴侶的情況下 才有可能就是 沒有做防護措施 就不覺得說 如果每次都做防護措施的話 人生就 好像少一點什麼 固定性伴侶這個事情喔 剛剛我們專家 其實有稍微提到了 你們講個頭頭是到 但是我們 政府呢 壓肉管理不見得對對不對 對啊 但很難確定你的固定性伴侶 是不是有其他的伴侶 再加上很多的一個性病 比如說像HIV 或是沒毒 這些都沒有症狀 所以你也搞不清楚 他到底有什麼事 所以還是要 全程正確的使用保險 那個性病是這樣子喔 你看你的看不出來 他不會在臉上 吃兩個字 性病 他單一性伴侶是這樣子 你認識一個女生對不對 然後跟他交往兩個禮拜 他也是你的單一性伴侶 但是兩個禮拜之前 他做個寫什麼時間 是不得自得 但是你也不用那麼自得 沒有人在怪你啦 大家只是就是論事對不對 討論嘛 接下來 接下來 您是否曾經接受過性病的篩檢 哇這個喔 剛剛我提到這個 歷世代反而27% 然後Y世代喔 年紀稍大的喔 反而還真的比較大膽一點 來圈還是差呢 請舉牌 人家肉 他年紀新鮮的喔 他很怕死啦 對 那那個小魚老師 我真的覺得 因為性病篩檢我真的沒做 不過因為我自己覺得 前面的篩選跟防護很重要 然後加上 跟朋友談到性病篩檢的四個字 好像會覺得怪怪的 不像自己會怎麼樣 關係很亂還是怎麼樣 所以對這個方面會比較避諱 但是現在學到 應該要趕快去做 對啦 而且我們每次去做性病篩檢 如果被我們另外一半知道 那怪怪的 他會疑心伸浪鬼 好像我們在嫌他怎麼樣 或是他覺得我跑去怎麼樣 覺得我們去花錢還是幹嘛 對啦 或者是我們很亂這樣子 雅柔你很亂喔 沒有 要不然你在怕什麼 就是剛好看到一批 快過期的 然後免費 我就去做了 還小便宜 這樣說也沒有錯啊 有一批快過期的 假如說免費的就拿來試看看 不錯吧 不錯的感覺 喔 要做一些性病篩檢的話 我們還是要在 合法的一些管道啦 比如說在醫療器產店啦 或是在 我們在疾管署的一個網站上面 可以在網路上面登錄 可以去那個便利商店 拿取貨 那這些都是一個 一般的一些正常廣告 可以讓能夠確保 你拿到的一個試劑是有效的 我們機關署的網站是拿得到的 好 來 我們接下來下一題 來 如果維持固定單一性伴侶 就不需要怕感染 是這樣子嗎 來 我們一起全插擺 來 請舉牌 好 來 那是蓋 因為我剛才 有認真聽密書講在講 對不對 謝學謝罵羊嘛 都知道這個是錯誤觀念啦 所以原本我就是 因為愛情長跑就覺得 單一好像 就也不需要檢查 可是剛才聽完之後 就是要說這個是需要注意的事情 對 那今天我們記者發布會就算成功了 成功 至少我們已經感化了 對 不行 要欣賦不行耶今天 希望你成為種子 利用你的影響力 我可以用你在PACS上面的 強大的影響力 再幫我們把這個觀念給傳播出去 來 小鈺老師 姐妹們都會聊嘛 就是有些人是長期跟 單一性伴侶 譬如說男友啊 或丈夫 可是這觀念真的要好好 因為也不知道他在外面 有沒有另外的嘛 要多推廣 你看來是有近三層喔 而且是雙世代都算年輕的喔 他們竟然會認為 單一性伴侶就沒有HIV的感染風險 所以這部分確實還有推廣的 努力的空間 好來 我們再來看下一題 剛剛我們解釋那麼多 其實就是要不斷的去強調 U等於U嗎 而且高達七成的雙世代 是沒有聽過的 那我也是要請教上位說 在今天的發布記者會之前呢 你們有聽過U等於U嗎 來 請舉全插牌 我都沒有 來 斯蓋 至於跟玉琳跟一樣 博學多文 但你沒有聽過 對 他們慘愧你知道嗎 因為一開始其實根本不知道什麼意思 就覺得說 真的是這樣子嗎 但後來想要想起 就跟之前那個COVID很像 那病毒量低一點 你就不會傳染 對 所以多少少 我這邊是還可以接受的 OK 來 亞龍 再跟我們解釋一下 U等於U的含義是什麼 不要亂講喔 對 感覺不會 很多台攝影機 對 U等於U它的具體含義是什麼 第一個U就是 英文是什麼 第二個U就是 無法傳染 就是檢測不到就不會傳染 第二個英文很難 很難 所以說 Sky你不要再教給我 你不要再教給我 我忘記了 I'm transmittable Yah Sky你好厲害 我們記得會成功了 真的 真的趕快了兩個年輕人 那小雨老師你們閨蜜之間 閨蜜之間 談論這個我真的變得很尷尬 就是女生對HIV這個 真的很容易被刻板印象定義為 可能是不是私生活太隨便 但是我是真的身邊朋友有感染 然後我們才去了解這個議題 然後從她的這個感染的途徑當中 跟歷史當中 發現這個議題真的需要被多多的 那我也是可能會變成是 保持距離的 很有可能 所以從今天這個記得發布會 我們的相關說明內容就可以了解 但是恐懼會傳染 人家跟我去年拍的那個影片一樣 那其實很多觀念 是跟大家知覺去想像 其實不太一樣的 所以有一個比較敏感的問題 要請教Monday Blue 因為你們兩個是好朋友 對 你們兩個朝夕相處 有一天 Sky你知道鴨肉感染HIV了 你會這麼對待他 我只能說這個 像是你看到你好朋友摔倒對不對 你還笑得出來 我們剛那個秘書長是不是講 我們要往是原本的狀態嘛 對 那可能太大驚小怪 所以我先笑完 笑了之後再來關心他說 欸接下來該怎麼辦啊 這樣子 OK 不要大驚小怪 不要大驚小怪 因為其實現在的治療的方式 日清月異 而且都能夠有效的去治療 那持續的檢驗 那持續的服藥 其實呢 剛剛我們林醫師也講過 就跟正常人一樣 壽命甚至有的還比正常人還久 我想這個 我們還是要去推廣這個 You的這個觀念 無知會產生恐懼嘛 恐懼會產生歧視或是排斥 今天之所以有少部分的 打者有被歧視的感覺 很大的一個原因 可能就是 比較不了解 You的You的原因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概念呢 傳播給每一個人 讓以感染的人呢 能夠定時來服藥 讓自己的病毒 不要再被扯到 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跟親愛的人在一起 也不會被排斥 喜歡這個油脂的創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他哦 你有發現其他 更具報復潛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大人秀吧 點擊下方 觀看更多有趣的內容